里面的话当然就把它下载成一个CSV档 不过这个CSV档 我是希望能够把它读到字典里面 所以特别注意里面的话一定要有字典 OK 一定要有Dictionary 这个Dictionary里面的话怎么处理比较简单 那当然你可以自己想想看 第一个的话我一定需要一个Dictionary 所以这个Dictionary OK 第二个的话当然因为它总共有姓名 总共有国文 英文 数学 那有四个栏位 当然其实你可以试试看 我直接想到第一个就可以给它一个四个串列 因为到时候把它拆开来 当然我第一个要先把它放在字典里面 再把它拆成四个串列 不过另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其实如果你不把它用四个串列的话 其实另外一个方法你可以直接把它放在 三个字典里面 那同样的key key value 一个是国文 一个是英文 一个是数学 那以后的话同样的key 同样的key你可以用 关那个可以关点relation 你直接就把它 如果你要把三个 有点像三个table 你三个table 三个资料表你要把它全部 转移在一起的话 可以通过key 也可以两个方法 当然写法 其实两种方法都可以 不过写完发现 好像用三个字典 会比较精简 会比较精简 另外的话 顺便可以学一招 之前我讲过就是说 如果你假设有好几个变数 你可以比如说A等于0 B等于0 C等于0 刚刚那个叙数 但是如果你要把它写成一行 假设有四个 四个串列的话 后来我发现有一个更简单的写法 你不用像之前我们写是A等于中瓜糊 又一行 B等于0 要写四行 如果你不写四行的话 其实用这个方法就可以 我试过我没有问题 我查了很久 都会找到有这个写法 我看到有人这样写 OK没问题 所以这样的话 如果你要增加好几个串列的话 直接给大家一串 比如说你可以用什么方法 有点像Excel 我讲过 其实一个串列 就可以把它想上成一个蓝 如果你有很多蓝 你就反正就有点像Excel 看得到的 你就可以用 把它类比成串列 如果有四蓝 以后的话你可以把它 一二三四 那我用ABCD 蓝米你根本 如果假设你懒得想的话 像我的习惯 就干脆用ABCD 就等同就跟Excel 的用法差不多 OK 这样的话基本上 就比较 应该你比较能够相通 不会说 像Python里面你多一个串列 好像又觉得轻一个东西 不是啦 反正你就把它当成 像Excel里面的蓝 这样来处理 OK 那底下的话我希望怎么样 把外部的东西读进来 读进来应该蛮简单的 前面讲过Open Open的话Open哪一个档 就是我们把它放在download底下的 OK 所以基本上这个东西是放在 下载区里面 我刚刚这个 这个实际上这个路径就是 上面我把它复制贴过来 还用R模式把这里面东西读到哪里呢 用那个readlines 把里面的每一行都把它读进来 那读进来之后的话呢 我要做什么事情呢 基本上把这些按右键编辑好了 基本上的话把这些东西呢 全部都读到我们的字典 OK 我关键啦 因为这一题是跟字典有关 所以你可能要想想看 怎么样把这些资料 先放在字典里面 那如果你将来要做输出的话 其实 才需要用这四个 所以其实 如果你先放字典里面 你要读上面的这个清单就很简单 OK 然后呢再思考 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字典 因为它只有key value 那我的想法是这样 前面是放什么 前面是放姓名 后面呢放三个成绩 value就放三个 可是问题来了 当然你第一个问题可以解决 这个是OK的 因为我输出的话 key value key value 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你要计算下面东西 就不OK了 为什么因为它 value里面三个 那怎么办 所以后面其实我是怎么做 我是再把这三个分别拆到哪里呢 b c d 那前面这个的话呢就放a 把key放在a 然后后面三个把它拆开来 原本的想法 不过后来我发现 这样写好像也可以 只是有个缺点 就是比较繁琐 所以后来才有第二个版本 第二个版本呢 干脆用三个字典来处理 也可以 所以两个方法 请各位先试试看 我待会先讲这个 待会再来讲这个 字典的话 以后如果你有三个 一样可以这样写 这样写的话更轻简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如何把它读进来 并且主要看到这些喔 列一个清单 然后把每个层七里面的 总分平均最高分是谁 把它列出来 ok 试一下 总分最高分 然后 最高分 总分平均最高分是谁 把这三个讯息 帮我带到下面 列个清单 其实有点像 列一个报表啦 反正成绩报表 就帮我列在下方 那我希望一个是 就是上面的话 其实用字典就可以啦 字典就key value 前面就是它的名字 后面呢 那就是它的三个成绩 但是问题value里面 放三个成绩喔 你要再做计算 比如总分的话 你一定要把它拆开 如果不拆开来的话 你没办法计算 郭文的总分 郭文总分怎么怎么 三个成绩怎么 所以你势必一定要拆开来 拆办法算总分 好 然后英文数学 好 两种方法 一个是 把它用四个串列解决 另外一个方法是 用三个字典解决 结果其实都一样 只是我后来得到的结论是 用三个字典 当然程式一定比较少 ok 所以请各位想想看 所以它多一个资料形态 当然不是说多给你找麻烦 它是希望多给你一些协助 否则的话它不会没事 帮你多一个字典出来 Dictionary这一个 如果没有用处的话 那其实它就不会帮你增加这个形态 ok 这个形态其实蛮好用的 只是说 你要怎么巧妙的去使用它 那你会发现 其实在Python里面蛮多地方 基本上 串列 跟字典 用到的几率其实都相当的高 尤其是你要处理那个Data的时候 或者处理那个Data Base 其实资料来的时候 你势必要把这些熟练 或者你 就无法去把你要的报表给显示出来 那现在又流行视觉化报表 你要把那个图给画出来 当然你前提你要先把Data先处理完 你才有办法 把资料 再倒给那个视觉化工具 让它显示嘛 所以这前面东西ok 后面就比较简单 你要画什么样的图 就可以帮你把什么样的图给画出来 有点像Excel里面的苏纽分析表 苏纽分析表出来 苏纽分析图也出来了 图跟表它是连在一起的嘛 所以这个在Python里面也有类似的工具 也就是说 如果你要把Excel里面以前做的事情 通通全部变成Python里面可以完成 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说呢 以前用Excel是step by step 每个动作你也许都要做 但是如果用Python的话 是全部一次就可以全部完成了 那这里的话 请各位稍微思考一下 如果把那个 我放在云端的那个档案 把它拆开来 用两种方法试试看